不得不说,跟她相处确实舒服 张元清心里低谷 她仿佛看到了女版的自己 模样俊,能力强,说话又好听 她沉吟几秒,缓缓点头 所幸只是传达一句话,可以带你去 虽然这丫头有点盯梢的意思 但毕竟大家没有知根知底 她有这方面的担忧可以理解 至少说明谢灵溪表里表气 却是个知恩图报的人 谢谢原始哥哥,谢灵溪嫣然一笑 又收起笑容,正色道 我记得是让你找一个叫吴恒大师的人 来松海之前,我查过这个人了 没有相关资料 张元清摁一声,五行萌的资料库里也没有 但是,如果这位吴恒大师是普通人 会为人妇不会避开你这个官方人员 我怀疑吴恒大师是邪恶职业 这一点,两个人都想到了 所以下线后,分别利用自身的渠道调查此人 谢灵溪谋自量津津 有种自己的猜测得到认同的喜悦 道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我认为,对方和会为人妇应该属于同一类人 但是,这依旧蕴含风险 原始哥哥,危险应该在可控范围内 如果风险很大,会为人妇不会在死前拜托你 他既这么做,定是有把握的 谢灵溪特意赶来松海 便是意识到吴恒大师可能属于邪恶职业 害怕他被王太哥哥变成 KTI,就当是还会为人妇的救命之恩 而张元清答应他 是觉得谢家大小姐身边多半有灵敬行者保护 有他陪着,能对冲一下风险 你什么时候办完事? 明天去拜访那位公主,后天有空 谢灵溪捏着小勺子,挖了一块饭后甜品 一边品尝美味,一边拖着腮帮 凝视着对面的年轻人 原始哥哥,你真厉害 连续通关两个S及灵敬 人家可崇拜你啦 知道我是彻头彻尾的新人了 却绝口不提我在灵敬里自称经验丰富行者的事儿 这就是高情商啊 张元清也吃一口甜品 想着他刚才的奉承和讨好 不由感慨这个小姑娘年纪轻轻 段位不低 这种时刻捧着你 崇拜着你的少女 其实最难缠 因为你不好拒绝对方 一般男人肯定被吃得死死 但张元清不是一般人 她是个射牛 灵溪妹子 你看,今晚的月色很美 既然你这么崇拜我 不如今晚我留下来陪你赏月吧 你房间好多少 原始哥哥 我,我还是个孩子 谢灵溪红着脸 巧了,我也是个孩子 谢灵溪心里叹了口气 她喜欢用以退为进的方式掌控主导权 谁能拒绝一个崇拜你的姑娘 对你提出的 一些不过分的要求呢 先让男人飘起来 便好拿捏了 虽然没谈过恋爱 但她身安男女相处知道 母上大人就是此道高手 是那种打丈夫一巴掌 还能把丈夫轰好 并让对方觉得自己是一家主人的高段位强者 谢灵溪耳如目染 习的母上七八分精髓 用此数对付长辈 同辈 无往不利 可在原始哥哥这里 好像不太管用 他会借着你的奉承往上爬 反将你依君 当然 谢灵溪确实有些崇拜这位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男孩的 交换一下联系方式 后天早上我会来找你 张元清与他交换手机号之后 离开酒店 离开酒店 乘坐商务车回家的途中 张元清拨通李东泽手机 时常我从酒店离开了 正要回家 李东泽明显松了口气 接着微笑调侃 所以 我是不是应该叫你谢家坠序 我和关雅都能看出来 那位大小姐对你很有好感啊 张元清发愁道 相比起谢家坠序 我更想当关家坠序 李东泽一愣 语气如常地说 那你要加把劲 李东泽听出来了 原始这小子是在试探关雅的身份 他是怎么知道关雅身份不一般的 目前来看 原始只是知道关雅身份不同寻常 但不知道他和富百夫长的关系 张元清打了个哈哈 把这个话题带过 玄机正色道 我后天要和谢家的那个小丫头出去玩 大概一天时间就能返回 他指明道性要你接待 好好陪他吧 李东泽没有反对 张元清心理顿安 时常没有反对 说明谢家的风评还不错 他接着打听第二件事 时常 我通关金水游乐园后 顺利晋升二级 且奖励了一件不错的道具 晋升二级 李东泽叹息一生 一个任务升一级 你的晋升速度 实在让人羡慕 嗯 仅仅是羡慕升级速度 你频繁匹配到 S级的灵静 则让人怜悯 所以呢 我想加入搜捕黑无常的行动里 一方面是为了二队的功绩添砖加瓦 另一方是磨砺自己 张元清忙说 李东泽没有反对 迟疑一下 二级业游神的战力 比同级的其他职业要强 你确实有资格参与进来 但这件事的负责人是职事级 我做不了主 明日替你汇报给富百夫长 看他的决定 谢谢时常 挂断电话 张元清看了一眼窗外 发现司机走的高架路不对 皱眉道 怎么了 前排的司机回应道 绕一下路 防备跟踪 防备跟踪 嗯 我现在名气越来越大 知道我在康阳区二组的人不少 将来往返单位和家庭 确实要注意跟踪这方面了 张元清把这个细节记在心里 一个小时后 司机把他送回小区 张元清乘坐电梯回到所属楼层 刚向从楼到的窗户 翻回自己卧室 耳阔微动 听见卧室里传来激烈的打斗音效 哎 他无奈叹口气 选择走正门 小心翼翼地打开防盗门 见外婆没有手在客厅蹲他 顿时如释重负 拧开卧室的门 卧室里 江玉尔盘腿坐在电视机前 握着手柄哒哒哒的打游戏 听见身后的开门声 江玉尔咬牙切齿道 游戏里的boss是一个放学不回家的男孩子 就知道在外面鬼混 我要砍死他 双引号 我帮你一起砍 张元清厚着脸皮过去 滚 江玉尔小腰一扭 上半身不动 继续握着手柄打游戏 两条长腿侧到后方 一对猛踢 展现出惊人的腰力 张元清握住冰凉的小脚 轻轻一抬 他就挨压一声扬倒在地 他顺势坐下来 拿起另一只手柄 重新开始游戏 江玉尔坐正身子 直头揉了揉眼角的肋志 哼道 去哪里鬼混了 两人并肩而坐 凝视着电视机 一边打游戏一边说话 今天跟一个女高中生吃饭 听说我是松海大学的 非常崇拜我 硬要拉我去酒店辅导 他写作业 定的还是五星级酒店 呵 我怎么可能有钱开房间 所以你就回来了 不 我让他付的钱 你去死 早上七点半 餐桌边 江玉尔嘴里咬着油条 无精打采 脑子一点一点 小母鸡啄米似的 你是不是又熬夜了 都说了非周末不准熬夜 老娘的话是不是不管用了 外婆训事着女儿 这时 外孙打着哈欠走出房间 外婆冷哼一声 还在围昨日的事生气 但清理门户不好当着家人的面座 便沉着脸进厨房给外孙端来热粥 好叫他吃碗断头饭 几分钟后 外婆看着并排而坐 一起啄脑袋的女儿和外孙 勃然大怒 你们昨晚干嘛了 江玉尔非要来我房间打游戏 张元清非要我去他房间打游戏 两人一口同声 然后他们就内讧了 张元清揪小姨的头发 江玉尔抓外甥的脸 外公和表哥习以为常 淡定吃饭 两天后 早上八点 提前发短信联系过的张元清 打车来到华语酒店楼下 没等多久 谢灵溪便从旋转门里走了出来 他今天穿的黑色运动裤 白色 G1 白色女士外套 脚上白色跑鞋 轻便运动装 黑长纸也竖成马尾了 随着小跑 晃啊晃 值得一提 他脑袋上还戴着一只白色精致的头戴式耳机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出门跑步 原始哥哥 我让司机取车了 谢灵溪在他面前停下来 笑容甜美 见到那位公主了 张元清好奇地问 谢灵溪微微摇头 失望到 他没见我 塑料是焦 张元清失笑一声 当然不是 谢灵溪鼓塞瞪眼 是因为沿海下侯家的人来松海找他麻烦了 他要备战强敌 便没见我 下侯家 张元清脑子转了转 想起这是什么家族了 由于通关S及灵境 他的权限增加了 因此可以阅读一些比较保密等级较高的资料 在灵境行者的世界里 手续职业阵营中 影响力最大的是五行盟和太一门两大官方组织 其次是五大家族 他们分别是学士职业的 赵 刘 夏侯三家 乐师职业的 谢 朱两家 指沙公公主所在的家族 资料上没有记载 大概是因为很多年前就除名的原因 夏侯家的嫡子 上个月被公主打废了 这不就过来寻仇了吗 谢灵溪忧心忡忡 夏侯家经营多年 高手众多 关系往四通八达 而指沙公毕竟只是松海地方组织 正要抖起来 五行盟肯定是站在夏侯家这边的 指沙公的实力 比起夏侯家还是差了许多的 看来指沙公有麻烦了 张元清看见一辆豪华商务车驶来 便道 这不是我们要考虑的事 车子来了 本次出行的目的地 是金山市 在松海北边 路程不远 乘坐高铁只需25分钟 开车一小时左右便能抵达 他们于九点半来到目的地 这是一家建在城郊的小宾馆 嵌在大门顶部的招牌灯写着 无痕宾馆 带商务车停好 张元清和谢灵溪下了车 步入宾馆前厅 两位需要什么房间 前台是一位30至35岁的艳丽女子 脸上带着职业微笑 眼睛圆儿媚 胸部高耸 颇有韵味 不住店 我们找人 张元清直入主题 压低声音 找无痕大师 艳丽的女前台依旧面带微笑 但圆儿媚的眸子眯了起来 眸光似乎也变得锐利如刀 我们这里没有叫无痕的 他一字一句道 周围的空气仿佛凝结 张元清和谢灵溪同时感觉到了巨大的压力 他们有种被恶狼盯上的错觉 这不是超凡阶段能有的压迫感吧 一个前台的等级都这么高 深吸一口气 张元清道 会为人妇托我给无痕大师带句话 好 开 摆 琳 刀